我不要天上的心情 我只要诚实的幸福 谢谢我的李先生 大陆女星公开放闪 幸福洋溢的范冰冰 不只传出好消息修成正果 就连范业的好朋友 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也晋升成了中国首富 上面有三千一线 上面有三千一线的企业 要自己自己能够 那这个试验是什么 是不试验 一手创办的恒大集团 今年股价大涨 许家印身家一度激增到 391亿美元 约台币1.18兆 一直超越马化腾和马云 但他能成为中国地产大亨 也是经过一番奋斗 许家印不到一岁时 母亲就得了败血症去世 靠着家人省吃俭用 他才能赌完高中 在学期间不只当过保安 更是连挑份工作都愿意扛 拿着做不干净的事情 做的事情都是愉快的事情 后来考上大学 毕业后分发到钢铁公司上班 几十年来打拼创业 1996年在广州创立恒大地产 靠着地产和金融操作 成为大陆今年财富增长最快的富豪 第一 没有任何回忆 恒大做事情 不管是哪个市场 哪个产业 都不会做回忆最好的事情 过去 现在就要买赢了 尽管有网友质疑 这又是造神故事 但挑份工翻身成为 中国首富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东森产经新闻综合报道